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打了一场单牌 然后打了一个大天使米加尔 那也就是米加勒 米加尔在这 不管了 反正米加尔就是今天要做的视频主角 那这部视频呢是面向于新手 或者是不怎么玩这个英雄的朋友来出的 所以说喜欢的话 点一下优酷底下的订阅 然后不喜欢的话 尽量不要喷我 那关于这个英雄 因为他爆发能力非常的高 Q技能是一个隐身 他的隐身呢不同于其他英雄的隐身 他的隐身是自身加移速 而且对范围性目标造成减速 虽然说是没有伤害 但是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逃生技能 美中不足的一点 就是持续时间比较短 那他的R技能 W技能 就是他的幻影突刺 这个技能是有两个目标的 一个是放分身过去 一个是真身过去 当然真身刺过去的伤害会更高 而且会在三秒内增加攻击速度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技能介绍 那这个技能也就是给米加尔提供了一个收割能力 以及又增加了一个秀敌风智商的一大技能 因为他的三技能就他的那个E技能 刺过去之后他本体是隐身的 所以说你合理运运好 你这个E技能是可以在线上或者是追杀逃跑 来秀敌风智商的一个英雄 那我们再看一下他三技能 三技能是根据行走距离来增加自己的攻击伤害 那这一点也是为米加尔提供一个爆发性的输出 非常的爆炸 好 那这边我们技能一二三技能全部介绍完之后 那他的大招技能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他的大招技能就类似于一个灵魂法球 灵魂法球 那这个不仅可以抵挡技能 还可以抵挡普通攻击 而且更变态之处在于他抵挡之后会发射一道动感光波 然后对攻击你的人那条直线 非常非常远的直线 造成伤害且减速 好那这边可以看到我是先拦兵 把这个远程兵卡到前面 这样的话对我补兵是非常舒服的 那这个版本我是没有进行去继续压兵线 因为我怕他们兵线就是拦到塔底下 这样我会不是很好打 所以说我这也是非常非常的尴尬 那上楼队一个终极兵器 没什么问题 小牛这边封了我继续补兵 那这边我们来说一下他的加点 首先我点的是自动加点 因为我比较懒不喜欢加点 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米加 我点的是一个先点了一个三技能 这对于我前期补刀是非常非常nice的 那这样我可以掌握这一个攻击力 然后进行补刀也基本上一刀一个 你看第一波兵是一个没漏 而且我这边出门装饰买了一个攻击鞋子的一个雏形 买了一个短剑加9点攻击 那这边我攻击就非常恶心了 一出门就是65点 然后再升一节67点 那这边他前期兑现的话 如果是打猎丹 我建议大家打大天使尽量 打猎丹 我觉得还是要看一些情况 因为我觉得这个英雄他非常吃装备 虽然说收割能力很强 但是这个英雄吃装备 所以尽量就是把它放在优势路 或者是放在中路来进行一个发育 尽量不要把它放一样 因为这个英雄起来的话 爆发能力以及收割能力真的是太强了 那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双方阵容 我家一个独眼 一个大牛子 说这个会不会被疯了 好一个大天使 一个暗眼精灵 一个双子 那我们家这个阵容 还是蛮不错的 唯一美中部族的地方 就是没有一个非常稳的C位 但是没关系 那这把我大天使 就是进行一个C位来打 并不打一个六腹的大天使 那再介绍一下叠方阵容 叠方的阴灵赞哥 这个英雄说实话 打杠壳真的非常恶心 但是非常非常脆 这就是大家所注意的一个点 然后还有个审判天使 大天使 还有个终极兵器 一个海洋 那对面前排的话 就是一个终极兵器和审判 那两边杠壳的话 只能说前期杠壳 我们家是一个打野双子 那他这边如果能游过来的话 还是蛮好打的 但这边可以看到 英零在小地图上是漏点了 不漏头了 漏点了 我天 最近刚发工资 有点比较尴尬 那这边可以看到 英零赞哥是一级点了一个 二级呢 他是二级呢 飞过来之后 扎兵扎了个五秒 我觉得他这样打杠壳的话 对于自己一个发展 是非常非常不顺的 但是他发展 关我什么事呢 杠壳嘛 杠壳这种英雄 就是能打杠壳 即使游走 不能打杠壳 空腹战线 拿进经验 你可以不要紧解带 你一定要有经验 那这边可以看到 我在三分钟不到的情况下 是把攻击鞋做出来了 而且是没有消耗任何补给 那大天使这个英雄 大家打的时候 不要太过于急于求成 就比如说你们家辅助 可能会有朋友说 你家牛一开始给了一刀 你为什么不上去 这个时候如果你上去的话 可能你会磨掉 对面一部补给 但是你这个时候 一套crumble打下来之后 你自身的补给 哇 也会很难 那这边可以看到 这个中级兵器是被封到这里面 我达不了技能 一技能减压素 我擦你这个吴苗 这个人头基本上 没有什么事了 这个吴苗被扎的 我就 非常想杀了他 说实话 如果不是出视频不能说脏字 我真的就骂他了 因为我当时是减素之后 那个人头基本上就 犹如煮熟的鸭子 这都废了 我也是相当的 相当不想说话 那这边加点 咱们先主加一个二技能 二技能也就是突刺 分身和本底 这个突刺技能 是一个收割 加上投身的一个 非常神奇的技能 那这边可以看到 我天啊 这也能撞 用脚走的位啊 当然我这就调侃一下队友 因为我和我们家双子比较熟 你们打游戏尽量不要骂队友 因为这是一个竞技游戏 要有竞技精神 就是不能骂队友 如果骂队友的话 队友不开心 我挂机 我送塔 我送对面血词 哭这本 所以说大家尽量就在打游戏的时候 保持一个心平气和的一个状态 当然我这个人是比较容易动火去 所以我就是有时候没法忍着这方面 但是你们千万不要上我去 好那这边可以看到 我大天使在前期没有选择非常安逸的对线 虽然说我是要打C 但是我还是选择进行去打几波游走 那这边中路吃一波经验之后 我选择先到一个七级 那刚刚我们说加点 加点尽量就有大家在前期 R3技能对点 W技能和E技能对点 这样加点的话 对于你的爆发能力 以及一套矿波打出来的沉吨的伤害 会有非常可观的性价比 那这边我们E技能只需要加一点就先 这边可以看到毒眼 哇一手打扰技能 我天啊 这个意思 那所以说这又非常恶心的了 大天使这个英雄真的是秀智商的英雄 那这边可以看到大天使挠我 我也挠他一下 大招技能不是只有你会放的 我也 他妈 放了我 放了我 那这边可以看到我非常尴尬的 中了一个四秒剑 那我这边出生未接 身先死 0-1-R的一个战绩 对于一个C位来说的话 对于一个游走来说的话 不是很顺 这个时候我就得想点办法了 不顺怎么办 不顺 那我们就靠出装吧 那这边可以看到我的出装 我是先出了一个短棍 短棍这个装备是加10点攻击 10点攻速 非常不错的一个装备 而且是和 你这抢我钱不合适吧 好 而且这个短棍是和那个 引刀必备的一个装备 而且它可以和很多东西 比如说 蝴蝶 还有别的东西 反正咱们出装 一定要记住一个技巧 那就是 出装的时候尽量 出一些 可以能同时和 多样装备的一个 小剑 来进行过渡 如果说你一条道走到黑的话 可能你经济会不顺 所以说 比如说你出一个上古全能宝石 你本来是想出一个分身 你出了一个上古全能宝石 然后这个时候 如果你被对面强行针对 你这边就可以把你的上古宝石 换成一个凌空法球 那这边可以看到 非常神奇的一幕来了 我一手 一紧的冲目过去 留下一个 那这边还有一个 我的收割能力可以说是 有目共睹的 那这边那再来一次 我想强杀呀 我想强杀 再来一次 一下两下 留下这个人头应该没问题 当然可以看到 我这个大手技能 直接是先留下了敌方 延缓了敌方追杀的速度 那这边再出危险吧 我自己罚三连杀 非常的漂亮 感觉每次自己杀人的时候 我都不是我了 用茶茶的话来说 就是每次杀人的时候 我都不是我了 当然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 大天使变态之处 在于他 每次接杀完 人之后 在他500范围内的敌人 如果有阵亡的 他的阿技能是会刷新 所以这也就是给他 非常多的收割机会 那这边我在打完一波团之后 好 我的经济 还是蛮不错的 那这边我出了一件 我打算出一个 非常与众不同的装备 那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一个支配头盔 那这个东西呢 可以说是非常不错的 我觉得他性价比 还是蛮高的 但是在H1里面 他的节奏是非常慢 打钱也不是很顺畅 只有杀人杀多了 才会有一些经济 那这边我出了一个 深渊魔障 深渊头盔 原因是有这么几点 第一 我没有出破甲 是因为破甲的合成 太不平滑 而且出那个之后 我会很脆 线上的补给能力 以及续航能力 会非常非常的弱 那这边我出一个 深渊头盔的话 第一 他吸血 加吸血 第二 加攻击 第三 加护甲 那这边海洋之心 应该是要被留下 空大 那这边空大 我也是没办法 那如果没有空大的话 这个海洋之心 多半是 是了 但是这也不能怪我 那这边 我再出了一个短棍 作为过渡装备之后 咱们家的节奏 还是蛮顺的 那可以看到 比赛技能 现在我一波 三沙拿的 对面是云里雾里 这边他想挠我 这边傻下坟 可以干 再过去 我是要焦了吗 哦 极限投射 非常漂亮 那我们家这边 技能给的 非常合我心意 当然我这边 比较想浪 再浪一波 不大实际 过去 挠一下 那这边 分身过去的 分身过去 本体没过去 那这边 可以看到 阴灵子 大家可以看到 我刚刚那一下 真的是用我的生命 为我们家队友 创造了 无穷无尽的 一个输出空间 非常不错的 一个输出空间 那如果我没有 交纳一下 可能 一连转头就走 咱们家牛 封不到他 双子 A不到他 这就是 比较毁灭 世界级别的问题了 所以说 我依然 招负了我 三连杀的一个性命 给一连赞个 你拿去吧 这我队友能留你 我无所谓 所以说 这个游戏 说来说去 还是要有一个 奉献精神 无私奉献的精神 毕竟我们是男人 要有担当 责任感 那米加尔 这个英雄 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收割能力 之强 不用多说 而且他对于 装备的需求 我觉得是非常 吃装备的一个英雄 但他在前期 中期 如果跟团打 或者是溜凤子 配合队友 进行单杀 那真的是爆发 非常的高 一套combo 近乎于可以 秒掉敌方 四分之三的血 如果大烧技能 再扑出来的话 那直接可以秒杀敌方 那这边可以看到 敌方的中击 兵器这边是想死 那这边 哦 你就为了一个人头 不至于这样吧 那这边中击兵器开大 好 留下 没问题 那这边打的是非常漂亮的 那这边米加尔的加点 也是有跟大家说过 就是R3技能对点 那这个当然 你如果是打一个猎丹的话 前期尽量就不要加你的三技能 不是不要加 就是你先一级点一个一技能 然后再进行点剩下几点 当然我觉得这个游戏 推兵器真的很恶心 这边牛 我一刀 我这个爆发的 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经济应该比我差不了多少 因为我现在装备没有出很多 但是我还是可以一刀秒他 所以说米加尔真的是一个脆皮的克星 这个英雄完全是非常秀走位秀操作的一个英雄 当然我的操作也就是马马虎虎的一个水平 依旧是可以打得很凶 他可能对 你们会怀疑 他对面得多菜 让你打这么 杀得这么开心 其实对面不是很菜 也是四杠五杠的 不能说很厉害 起码也是一个脱坑的一个级别了 那这边可以看到 沈潘天舌 那这边留起呢 交一下 现在没留 那这边海上之心想收割 我这边反正想打他 那这边可以看到我打扰起呢 扑起来 一起呢 反正戳过去 砰 那这边留他应该是没问题 但是这边我卖了个萌 这也被塔留下 其实我刚刚是可以走掉 但是我想了又想 看了又看 看到了个英零赞歌 当时心里想 哇谁家的姑娘这么可爱 然后就跟她搭讪一下 然后就 挂了 那关于米加尔的对线的话 我觉得他的对线能力 还是相当不错的 因为他对线 他有三技能的加成 攻击能力是非常非常nice 非常非常可观的 所以说你在前期对线 尽量保持自己 与敌人之间 你可以压线的时候 你就尽量要压线 跟他正面高 如果对面是个长丑的话 稍微往后退下 用你的二技能来进行一套 骚扰 打出一 一波爆发 一套技能 一套cumbra 磨一下对面的血 还是非常不错的 切切不要直面高 因为这个英雄太脆了 在这边 好留下这个人头之后 我觉得三杀尚我遭手 那这边可以看到 我的大少技能 依旧是再立其功 能不能再留一个 在这边 哦 精灵留这个人头 应该没有问题 这边反身 他还进化 他经济还是蛮不错的嘛 那我这边连技能都没有 直接一刀A 一步双杀 DoubleQ 关于天使的出装 大家可以看到 你在 当然我的出装 我建议大家可以这样打一下 但是 我建议 这个打法还是蛮不错的 当然 你就得看经济 当然 我的出装 就是一个 先出一个融合鞋 就是一个攻击鞋 然后再出一个引刀 那这个引刀 你前期可以裸出来 也可以不裸 因为引刀的核心 也不是很平滑 这时候你可以出一个深渊头盔 作为一个过渡 加攻击 加护甲 加西斜 那有这样一个法球之后 你再去 再去参团 或者是单抓 那就会 不像以前这么乏力了 然后 在有一点经济之后 出一把引刀 引刀出完之后 这个时候你就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 就是你可以出一个凌空法球 出凌空法球 就比如说 对面有个雷神 非常恶心 要么就是 敌方打 很针对你 那控制技能全交给你 比如说独眼 跳过来 啪啪给你个大 那这个时候 你可以出一个凌空的法球 凌空法球 来过渡一下 其实有时候出一个凌空法球之后 对面对你的针对性 会降低很多很多 第二种出法 就是在顺风 或者是 另一种出法吧 不是很 就僵持局 但是你的节奏很顺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出一个 晕锤 那出一个晕锤之后 因为你本身 又近战英雄 那这晕锤这个装备 是可以撑雪亮 所以说 撑雪亮加攻击 那这两个装备 是在出了一个 大剑之后的 第二个大剑的 一个选择 这个装备 晕锤这个东西 合成的 还是蛮平滑的 性价比也是很高 那这边可以看到 我这边是 直接一刀留下 刀扑过去之后 我觉得这一波 明显是不能打 反身继继走 但这边咱们双子 想要回头高吗 我这边 先拼掉 敌方海洋 能不能走掉 拼死 那这边应该可以走掉 那这边 一下两下 我天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面 阴灵赞哥的弹道 是非常的平滑 三下就 哐 哐 给我点死了 但它有个弊端 阴灵赞哥就是非常脆 而且这里 给大家一个提醒 但凡是 隐身类型英雄 它的爆发都非常的高 但是致命的 就是它非常的脆 无论是任何moba游戏 大家就 纵观梦三起凡 或者是一些别的游戏 刀塔都是这样的 这基本上就是一个定律吧 就有句话说 上帝给你打开了一扇窗 必定会关上你 上帝关了你的门 必定会开了你的窗 这样说就比较合适了 这边可以看到咱们家 哎我天哪 这一移过去 就满山遍远的 我又想说尸体 又想说死人 然后结果 说到这个我大舌头 哎呀我停了 怎么拯救自己 好烦 那这边可以看到 我大天使的攻速 以及攻击能力 现在是非常的可观 但是美中不足的就是 我没有一个 凌空法球加续航 凌空法球说实话 它是这里面性价比 最高最高的一个装备 首先合成非常的平 说非常平滑有点过分 合成的话 还是怎么说呢 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另一点就是 它加续航 而且这里面可以 多很多指向性技能 在被针对的时候 这个装备 真的是一大神奇 所以说也是非常建议 大家去出一个 但是这里我 可以看到13-29 我一个大天使 杀了11个人 非常非常顺 所以说我就没打人 去出这个装备 那这边可以看 我六个凤子 打人继续杀 哎 打人紧了 那这边先留敌方 英灵赞格 我非常烦的呀 真的 选晕一下 晕出 我天 神烦的真的是 那这边也是两个 全部留下 但是一个人都能没有我的 可以看到对面的审判 天使真的是 自己命不要 要保下队友 可惜咱们家牛过来了 虽然说对面审判 让我感觉很烦 但是不得不否认的 不得不承认的就是 他这样的保队友的精神 是非常让我佩服的 你要换成我 我肯定就走了 因为我平时打游戏 就是打一个后盘 打一个C位 所以说我卖人 已经成习惯了 这边可以看到 开了反甲之后 直接吓走三个人 很过分 结果我觉得打到现在的话 对面已经可以投了 但是对面坚持到现在的 一个点 就是在于 他们家有个稳C 有个海洋 他看我们家没有C位输出 所以说他们就在等 我们这海洋起来之后 是可以打的 当然他这样想也是没有错 但是 他们家海洋 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一露头 就是必死 像大天使起来之后 秒切后排 毫无压力 不需要笑名后 那样出一个大根 去切后排 大天使直接一套W技能 直接切死 而且对面是无法还手 就算还手 也要预判一下 米加勒的 他的大拗技能 所以说这样 心机 两人 斗心机的话 确实挺累的 那这边我也是打算 出一个 林空法球了 因为林空法球 这个装备 我心里也是有跟大家说 这个装备的性价比 非常的高 称属性不说 加续航 然后能反对面的针对 这样一看的话 一分析 这个装备好蹦啊 我也要出 当然这个装备的话 它需要有两个小剑 起码两个小剑作为过渡 你不能裸出来 这个装备裸出来的话 没什么用处 因为前期的话 都没有什么爆发能力 爆发能力或许都有 但是前期的话 对面一套针对 是打不死你的 所以说 那个时候没有标出 到中期 18分钟左右 开始打团了 你这个时候补一个林空 或者是你在15分钟左右 就开始出林空 三分钟打前 参团来把林空出了 然后再接下来几波团 是可以出奇效的 这边可以看到大天使 现在已经成了一个 怎么说呢 就匹到对 不是匹到对面水 打对面水 基本上三刀 闭死 那在寂寂寞的午后 我来抽一根烟 那这边推塔的话 像这个游戏是推塔的 咱们就非常需要注意的一个点 就是你需要在意它的一个节奏 就你不能老觉得 我杀人 我杀人多了厉害 你不能这样 有时候一波团输了真的 有时候输赢 就是那么一两波团的事情 所以说不能这样想 就比如说 你杀一波 对面推你高 你推对面高地 然后这边两边僵持 然后你人头占优势 然后对面打你一波团面 然后你拿人头没用 然后对面就只要打你一波团面 立马推上去 对面塔推的比你多 经济比你多 所以说这也是非常没办法的 所以最近HON里面 非常流行的几个 套路 比如说 盐灵灵 我闺蜜有教过的 那个平推流 就是拿一个孔乱 然后拿个圣旗 这样双宝双奶 然后就是 就是推 硬推 强行推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对线流 全途流 这几个点 说实话 套路确实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你需要 首先你得有个队伍 或者是有一群不坑不傻的队友 像我昨天 录那个纷争女神视频的时候 我真的遇到了一个让我非常费劫的人 那个人顶着我哥的名字 顶着我哥隐城的名字 玩了一个北海巨妖 活生生演了我二十次 死了二十次 三十分钟死了二十次 我的天 那怎么死 买活送 我到最后也没看懂他 那个战绩 当然这里面说的 当然就是是谁 大家心里都有数 反正不可能是隐城 反正不是我哥 当然这边可以看到大天使被我一 插一刀 果然插一刀 但是这边我大家只能先切对面肉 其实我不喜欢切对面肉 当然对面这肉既然来了 那就确实不可能收下 那这边我再更新一下 我的 我一级都没有更新 但是我最后一刀瓶也是留下了他 这边再跟一下三场有没有帽子 一防 那这边也打得相当接近 那我的出装 大家可以看到 一直打的是非常顺 因为我这个出装真的非常非常不错 我觉得合成还是蛮平滑的 不像别人一般出的那种 大天使出的凌空法球 不对 大天使出一个 什么什么玩意来着 一个破甲 一个破甲 憋个十几分钟 出来个出行 出个大锤子 然后呢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点着800头的鞋 去他妈打团 对面一刀给你切死了 所以说你这出装真的是非常决定 非常有影响性 对于团战 会有你的局势把握的 大家可以看到 我就出了一个深渊头盔之后 我的回血能力 还有加上我凌空法球 回血能力相当不错 加上我头盔 本身就有一个生命回复 提供生命回复 提供五点护甲 加上还有细血 基本上一波团打完之后 我再去 贼下野怪打紫牙兵 基本上血就可以回得七七八八了 那这一把对面还是在 撑 在撑他们家海洋会起来 但是这一把 大家可以看到海洋真的被我无限针对 基本上他出来 我上去一刀切死 上去一刀切死 这边大天使 一个打扰秀了我一下智商 但是这边我也有大 大家可以看到 直接留着个阴连战歌 我对他非常有仇恨 因为他前期扎了我一成五秒剑 可能大家已经被时间给冲淡了这个记忆 但是我现在还记得他 我这个人很记仇的 你看谁杀我 除非我没起来 我要起来 我真的把你往实力去玩 不行 说到这就比较脏了 反正就是我非常记仇 他就会无脑去针对 当然这一点 在打比赛 或者是打正规的高跟嘴的时候 他可以把这当作动力 但是你不能无脑去冲 比如说对面雷神 一个大 杀过你一两 放大杀过你一两次 然后你打团 每次团不打就 一个前排 硬生生跑到后面 去强行切对面的雷神 导致你们家团竖来 那这样是不行的 所以说大家需要注意一点 那这边我用三技能 秀了一下对面的米加尔智商 当然我自己也是 被他大双技能秀了一下 所以说米加尔的这个大双技能 真的非常恶心 这边对面完全是 近乎一个可以点的一个状态 但这版我觉得 我的就学视频 其实还是蛮不错 包括前期对线 以及英雄加点 或者出装顺序 还是蛮不错的 这里我是非常有素质的 提醒了一下对面 你让我推了吧 你们不要来了 这边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个仇恨 真的是非常仇恨 他们家一铃赞哥 我即使控住了 这个终极兵器 我没杀 原因两点 一点是他厚 他比较肉 第二点就是 一铃赞哥前期 扎了我一个五秒 然后没受到人头 那在这个时候 如果对面不是很针对你 而且对面很缺乏控制的时候 你就可以补一个蝴蝶 或者补一个永恒之枪 来增加一下你的流人能力 或者是你的线上输出能力 但是如果有对面进行强行针对你 你这个时候可以出一个 BKB 或者是一个龙心 你不要觉得龙心 是前排出的 你就不能出 龙心这个东西 真的是每个点都可以出 当然是看你的经济和你的节奏 还有对面是否针对你 但你要逆风的话 你也出不了这个装备 咱们也就就事论事 这边推掉 大少姐能再次点到这个铃铃赞哥 铃铃赞哥大家看 在他家门口 被我硬生生杀了三次 我要是他身 我就不出门了 当然有时候大家被针对的时候 不要急不要慌 坐下来喝口套 汤晒晒太阳 这个时候出一个灵魂法球 你针对我吧 你没有指向性技能 你怎么针对我 像遇到大天使 大家可以就是可以出一个 灵魂法球来针对一下他 毕竟他大天使 他即使爆发能力再高 一个灵魂法球就抵挡掉他的那个突刺了 抵挡任何指向性技能 所以说 这就是非常给力的 被针对的时候 就是不能接 安心打钱 发展一下经济 然后去发展完经济之后 你根据情形来出装 你不要老是根据推荐出装 或者是你心里想出什么装备 你就去出了 你不能这样打 你要根据当前团战的风向 以及节奏走向来进行出装备 所以说 不能接 但是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海洋到最后还是没起来 对面确实很坚强 对面两个点 一个精灵 打一个尾和 第二个点就是他们家的海洋 但是海洋基本上一出来就是一刀 一出来就一刀 这边我已经打到一个王者军林的一个境界了 但我这边一个空大也是让我非常尴尬 没关系 我这边我觉得 我觉得我还能抢救一下 那我这边打算买不买活呢 买活吧 然后在出完装备之后 因为这个时候就可以体现到大天使前面出一个深渊的机制了 因为大天使他有个背积技能 增加攻击一个技能 他的三技能 那你这边在出一个大戏之后 你就明显一刀可以刮个 把你自己写回个小半管 大半管这边 所以说 而且出大戏写之后 你的一个生存能力 加上你的续号能力是非常不错的 那这边已经打算强特对面了 对面还是相当坚持 那我觉得这个时候没有必要去虐血池 因为打这个游戏我们要有竞技精神 那就不能虐血池 不能骂队友 不能挂机 不能投降 那这边我就先行一步 把对面的主机地给推掉吧 但是这边我有点忍不住 最后还是推掉了 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拜拜 今天就是答案 我不怕谁唱唱我几段 相信自己的直觉 是